自從1825年,英國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條鐵路 火車就在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近兩個世紀以來,為了適應人的生活節奏的日益加快 火車也開始進入高速鐵路時代 近來,日本的子彈火車更創造了每小時405千米的速度紀錄 這個速度大約是一般客車速度的4倍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所乘的火車能夠有這樣的速度 這樣我們整個旅程所用的時間,將會折省三四分 對於這個數字,你可能會不屑一顧 因為火車的速度根本就是不值一提 如果火車的速度能達到火箭的速度,這樣才叫快 這樣火車能與火箭一樣快嗎? 火箭是一種自身既帶有燃料 又帶有助燃用的氧化劑 用火箭發動機作動力裝置 可以在大氣層內飛行 也可以穿越大氣層在太空中飛行的飛行器 火箭除了軍事用途之外,大多用於航天事業 人造地球衛星一般都是乘坐火箭進入太空的 所以航天火箭的速度應該高於第一宇宙速度 即是超過每秒7.9千米 就以航天火箭的最低速度來說 每秒7.9千米相當於每小時28,440千米 這是火車速度紀錄的五十多倍 當然,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 火車的速度一定會進一步提高 火車與火箭之間的速度差異也會越漸縮小 但毫無疑問,火車的速度永遠比不起航天火箭的速度 是因為航天火箭之所以具有這麼快的速度 是為了突破地球的引力 如果火車也帶到了火箭的速度 這一列火車的乘客大概是太空觀光客 因為這一列火車的速度 已經足以令它突破地球的引力行駛到太空中 但這列火車同樣是一列死亡列車 列車員有責任提醒乘客做好犧牲的準備 因為所有火車都是貼著地面行駛 當這列火車因為速度過快貼著地面飛行起來時 不可避免要撞到高山又或者高大的建築物上 車毀人亡是必然的結果 因此就算是科學家研製成功了 好像火箭一樣這麼快的火車 也都一定沒有人願意去乘坐 所以好像火箭一樣這麼快的火車 根本是不可能出現的